经历了本周的回踩补缺动作之后 我们说下周市场将会出现一个起稳回升的走势 护士对于31800到3200点这个位置仍然是呵护有加 而未来的第一任务还是要重新收复3240点 达到海线位置 这毕竟是机构筹码相当关注的一道 叫中长期防守卫 占本之后 护士仍然有能力去冲击大到通线大到紫线 那大致32007到3330点 创业版指数 本周完成了回补缺口的任务 但是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量能萎缩特别明显 这意味着抛压并不大 特别是宁德时代为代表的全中国能在500元上方稳住 创业版指数再度亲吻向上 这也叫大概率事件 创业版指数的大到紫线已经下移到2710点 一旦突破这 更凶狠的向上反弹走势 就会随之到来 总体来看 虽然下周指数还有二次探底的预期 但是下方的政策里明确 越今接近前提 越能吸引资金的叫超底盘的成绩 本周的赚钱效应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核心的高位股 以及说抗议概念 地产板块的抱团行情 另一方面就是消息刺激 上演长廷潮的一些低位板块 在高位的抱团板块方面 今天早上 地产板块 抗议概念先后是探底回升 但是午后 抗议概念又大幅的回落 进化制要大幅跳水 从而深套60亿左右资金 显然抗议概念强度和韧劲 比地产板块要弱一些 其实抗议概念在惯性冲高之后 没有维持在高位 这并不意外 毕竟周四周五 资金埋伏 医药医疗股来博弈 周末疫情消息 这个惯例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这种埋伏的套路 迟早会出现 亏钱效应的一天 在低位 而且上演长廷潮的板块方面 今天早上受到 美国对于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 恢复 豁免关税清单 这个消息的刺激 我们看跨境电商 像服务装 像家电 是吧 各路的概念股上演来长廷潮 华盛股份 什么龙头股份 上海三毛 包括什么附加股份 纷纷都是两两板 至于未来市场的机会 今年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也开启了叫需求驱动的行情 这非常有益于叫顺周期股 所以投资者不妨转变一下思路 多关注一下顺周期的品种 去年收容增速 13.6%降到11%以下 最低到了10% 这个过程对于整个上证指数代表的 顺周期股票不友好 今年在国家稳增长的政策背景之下 顺周期的价值就开始凸显 总体看 房地产基建建材 包括什么钢铁水泥工程机器 化工煤炭有色家电汽车 这都叫顺周期 但是近段时间 我们看到房地产基建建材 这些板块有过 或者或多或少的一些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像煤炭化工家电 就这些前期表现不算很强的板块 它是存在机会的 煤炭天然气 这个是化肥生产的重要的原材料 而从欧洲天然气价格率先上涨之后 全球的天然气煤炭价格 也是迅速的涨到了历史的高位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零矿 包括什么硫磺的价格 也持续在新高 再加上海运费的影响 2021年10月以来 全球已经有多家化肥企业 宣布相继减产停产 从而进一步使得化肥的供给在下降 也推动化肥价格的大涨 在化肥涨价的同时 2021年以来 疫情以及我们说极端天气的影响 导致全球的粮价进入上升通道 再加上近期俄乌冲突 使得全球的粮食 以及化肥的供应问题 更加叫雪上加霜 很明显 本论从能源到农产品 以及磷肥价格上涨背后 就是全球能源转型下 付出的一个高成本 俄乌的局势的不确定性 会导致这种供应紧张的时间更长 所以你像化肥也好 什么磷酸盐产品的价格 可能在高位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林化工上市的这些企业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上游资源的整合 大部分已经形成了叫一体化发展 这是可以抵御通胀的优质资产 此外去年以来 我们看新联车的销量是爆发 带动了磷酸铁离需求的高速增长 借助于资源的优势 很多的零化工的企业 跨界新能源产业 加快布局磷酸铁离赛道 在业绩快报当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看根据测算 预计202年全球的锂电池的需求 大概700几瓦士左右 那么假设磷酸铁离渗透率在37% 对应的磷酸铁离的需求就在63万吨 行业现有的产能大概62.6万吨 你看供给还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预计行业新增产能 在今年的下半年会集中的释放 产能过剩的情况 可能在明年的二季度 才会开始逐渐的体现 传统的化工股 最新的业绩表现 我们看2021年度净利润 实现同比的翻倍的 甚至增长几倍几十倍的 这些标的比比皆是 就目前正式公布了年报 业绩快报的35家公司来看 不仅全部实现了盈利 而且其中实现同比增长的有29家 占比高达82.86% 而在披露了正式财报和业绩快报的公司之外 提前以这种业绩预告形式 对于2021年业绩做预测的化工企业 还有263家 其中预计年度盈利 而且增长达到了187家 占比也有71.1% 明显的高于全部A股预告57.12% 这个盈利 而且增长比重 在目前发布这个年报 包括这个业绩预告的公司里头 我们看业绩增速最高的 合邦生物 就是来自化肥板块 主营业务主要就是制造销售 像草甘林 什么胆酸 什么农药 今年1月13号 合邦生物发布这个业绩预告去显示 说公司全年 这个盈利额 高达30到33亿 同比增幅 大概72%到7,900% 甲肥行业的标的 你像亚甲国际 以及说磷肥 磷化工的概念的标的 像云天化 这二者在2021年 这个净率的增速 也都高达1290%到1400% 还有1100多到1260% 从全球范围来看 我们说国内外化肥市场的这种 比较大的价差 给予了国内化肥企业一定的这种提价攻坚 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 叫化肥的最大出口国之一 其中出口全球第三 在国际化肥供应链当中 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随着欧美国家实施制裁 全球化肥供应也会出现明显的短缺 所以进而会抬升全球的化肥价格 所以这些也会利好我们国内的化肥企业 好了 今天是周末 在这我们祝所有的投资者朋友 周末愉快 本周就是这样了 咱们下周再聊 坐下 那个 我 我 我 还